欸你們不要那麼多人玩欸 你們會不會到時候 每個都搶不到耳其棒啊 自己容易把出來 每個人在那邊 我有變人之眼跟寒夜了 但是我們都沒有耳其吹 哈哈玩依賴傳奇的流派 你都不玩那一種的 真的欸放下你的蜘蛛刀 你最依賴的東西不就蜘蛛刀大地主 幹 我附螢幕像有問題 顏色一直變 哈囉我是我貓 那這次也已經到了開季第五天了 那台服準備開季 我們已經也知道了哪些流派 潮水退了 沒有穿褲子了 那我現在會推薦一些 我現在看的實況主的流派 然後他們本身來說的話 有很多一些 因為可能是SSFHC 或是他們設計一些流派 是比較不吃裝備 或是不依賴某些 高價傳奇的 或是他可能需要傳奇 可是那些傳奇的掉落率 其實很高 所以也沒關係 那我就來介紹一些 我覺得看起來 很有料 然後也玩起來 感覺不錯的 首先是肌肉哥的首發角色 炸妻師能量之刃 這個聽起來 這組合就很帥了吧 那 炸妻師能量之刃 他選用的技能是使用靈體玄武 然後他用的綁定傳奇 就是這一件新出的衣服 幽鬼服 你的50%的血量 轉為能量護盾 這個方式可以讓你 基礎來說 他就可以提供你大量的能量護盾 所以傷害面來說的話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等於說你前面點了一些 有效的一些血量 跟一些高效的生命點 都同時為你提供1S% 這樣子的轉換來說的話 會讓你前面的能量之刃 就有一個很高的一個傷害 好 那你可能想說 幽鬼服會不會很難掉 不會 國際服第一天第二天 就已經只剩下 1C 2C的價格了 而且這個 這流派看起來 就是非常的好玩 那其他東西就不用講了 就是一些 真的是 破荒類型的一些裝備 就是路邊撿的 補血補抗 然後 高ES就好了 那這邊 另外一個比較貴的 就是薛朗界 因為薛朗界自己有改強 然後 應該 價格也是滿貴 可能要極低 可是 不是必要的 對這個流派來說 不是必要的 然後他本身 就有一個 不需要搞武器 你也不需要搞盾牌 因為你有能量之刃 這件事情有很大的一個好處 就是 就等於說其實 你的錢不需要花在武器上 你身為一個攻擊流派 可是你錢其實只需要 花在這些東西上面就好 然後你的傷害會來源 是完全靠你的ES 但是這流派有一個大缺點就是 你的 混沌傷害 是會穿透 穿透你的 能量護盾的 然後你本身的血量 其實只有1600左右 那ES有7500 那 這樣子來說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還是帶了一瓶血水 因為這個血水的目標就是要對抗 混沌持續傷害 或者是一些穿透的傷害 所以 這個流派 本身來說他雖然有鬼武 優雅 反抗旗 這些很不錯的防禦機制 然後本身又是炸西式這個昇華 他的本身坦度是很夠的 可是就唯獨 真的怕 混沌傷害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來說的話 他也不算是一個大缺點 那只是 因為這畢竟是SC Trade聯盟嘛 就是一個標準聯盟 那你今天來說的話 遇到混沌傷的場合 其實也沒有那麼的多 尤其是打任何的網站的時候 現在主流的網站來說的話 基本上都沒什麼混沌傷害 就除了賽勒斯之外 那我覺得這套 要打到非Uber拳洞的話 已經是非常足夠了 傷害非常夠 好 這是我第一個 我覺得很不錯的一個流派 來 第二個 我之前有推的這個 MAF的一個 判官領動之眼地雷 那這套來說的話 確實他的傷害很夠 可是 615跟我自己的高中同學 牙醫 玩了之後就說 這套確實傷害是不錯 可是他就是 很奇怪 他就是他那個 輸出就是 就是到那邊 然後你會遇到一個很重的卡 卡關期 而且你的防禦面會沒有很舒服 那雖然說他是判官 他有很高的秒回 可是你本身來說的話 你沒有法壓 然後也沒有一些高格擋機制來搭配的話 那這隻來說的話 還是算是很軟的 那我自己覺得這隻傷害是很夠啦 然後裝備來說 不難搞 我真的覺得不難搞 可是對於可能比較 你可能是對於你 黃圖 過渡到紅圖 都有點辛苦的玩家來說 你可能覺得這隻 確實會一直死 所以這隻我覺得 恩 還是建議你 你可能今天會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目標 你想要打王 你想要去打一些比較高難度的王 你可以接受生存低一點 然後你的輸出很高 或者說你的推圖速度要快 所以你選擇 靈東之眼地雷這種 青途不錯的打王也強的技能來說的話 我覺得靈東之眼判官還是挺不錯的 就 推薦給你啦 那可是我也跟你強調啦 很多人跟我講 他們新手抄了翻車 那 我就不能可以保證了 好 再來是正龍哥這一次SC 大放異彩的 爆裂現金 領導力代價 這個也不算是一個新流派 不過在 台灣的能見度比較少 因為這上一次 SS111 他用這套流派 在 在 鋼特雷用判官拿了 快快有滿分 好像打了一半的王吧 他也是使用 這類似的套路 只是爆裂陷阱 他不是用領導力代價 他是用那套那個 魔難攻 王家中文叫什麼 反正就是那把 截到了場 截到了那把權杖 他的效果也是類似 省位的那個效果 然後 這隻就真的 挺貴的 只是介紹給你看 然後如果你想要好奇 破壞者是什麼 拓王的話 這套 真的是破壞者 打王 最強的 沒有吃一 因為這套真的太開口幹了 他就直接把 Uber Shaper直接秒掉了 就很強 就真的蠻強的 然後他的本身坦度也很夠 他本身也有一個 25000甲 然後16000優雅 開著優雅 優雅 堅定反抗旗 的一個流派 然後有滿法壓 然後 血量只有4千 不過對 你看他直接扛下一巴 Shaper大水 所以證明說 這流派 確實硬 那這也是推薦給你啊 可是這流派 貴 真的貴 因為領導力代價 在台服應該不便宜 然後君主之夫 跟那個 這兩個戒指 也就不用講了 我只是 就是進一個介紹的一個義務 如果你想看的話 你可以去看他前面幾天的一個角色 是什麼去構築的 然後再來是RUTO的一個 漩渦點燃 那這個漩渦點燃的一個核心點 是在於說 你需要有 厭品 語性之痕 去造成多段的點燃傷害 那這套也 不是那麼的一個 就是 就是套著 厭品語性之痕 然後去造成一個 多段的點燃傷害 所以你 基本上在沒有這個東西之前 你是 不需要轉火的 因為你轉火其實傷害不會比較高 那我會建議你說 你可以先使用 元素石或是秘書加開 然後你自己賺到錢之後 因為這 整身你可以看下來 呃 雖然他有一個超瓦的君主之夫 可是這不是一個必要的 這邊全身上架 基本上就是一個 如果你把 厭品語性之痕扣除 然後把它 弄成正常的轉兵的話 它就是一個 冰豆腐的流派 就是一個很適合你 用我的寒窗滲透 介紹寒窗滲透 拓擋解的一個方法 上去之後 你可以去選擇轉的一個流派 那 他全身上架就真的沒有貴的傳奇 那你說 君主之夫 這個你可以換有寒有抗 要不然就是說 你換一個加一等白袍 然後 抹滅 這東西完全沒有給傷害 那只是要那個爆炸而已 讓他清徒舒服一點 其他就是一些路邊鹼的 這個 這個不算路邊鹼 這個有加一兵法 然後又有那個 持續傷害 就是一個我覺得挺不錯的一個流派 穩定性也很高 而且尤其是它是用漩渦嘛 漩渦就是老牌一個 冰豆腐系列的一個技能 就是你可以從低等用到高等 都不需要去做太多的替換 好 下一個 沒有錯 我們的TOE界Faker Darky 這次成功了 用靈體玄武 打贏了 全通UberBoss在HCS 真的太屌了 真的太強了 有興趣 有之後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他的BOD 那這隻 真的老實跟你講 這隻是 就是爛的徹底好嗎 這隻爛透了 全身裝備爛透了 就只有 這把斧頭是什麼鬼東西啊 哇靠 這把斧頭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你知道 你要先想像 這是HCSF 這是專家自立聯盟 然後沒有花園可以用 幾乎沒有花園可以用的情況下 他搞出這把斧頭欸 哇靠 這把斧頭 真的太屌了 所以 就是證明了 攻擊流派 只要斧頭夠大了把 你就是 可以當 所有人的爹 那你可以看到 他身上的裝備 是真的沒有到特別好 尤其是 你看他的法壓其實都偏低 然後 裝備也沒有到 真的很完整 那他的法壓 很多層面是要靠 甚至還靠了這個 征服者長生 去補了38法壓 然後 血量有6700 然後 護甲3400 那我會建議說 你這個流派 其實冠軍來做的話 就是一個冠軍 就是一個冠軍 零體全武 證明冠軍 零體全武 證明冠軍 零體全武 證明冠軍 至少 他推往上 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選擇 那這個本身上來說的話 就是 我這個要講什麼 他 他就是一個零體全武 一個選擇 那 就是很強啊 看你要不要使用 因為這個流派 我覺得很多人會靠北說什麼 他的手感很差 那我會建議說 其實冠軍來說的話 你可以去選擇 使用夜刃 閃電打擊 那也算是一個滿足流技能 雖然很多人說 閃電打擊不是被改弱嗎 可是其實 三體夜刃都沒有被動 然後閃電打擊 那個修復了一個bug 就是會重複擊中 可是大家都說 那個重複擊中的 吐霸機率 其實很低 所以基本上 沒什麼問題 所以閃電打擊 依然強大 也成為了 現在忍者往上的第一使用率的一個技能 所以說明說 呃 現在來說的話 冠軍跟 呃 俠客那些閃電打擊 都還是很強的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I EXILE I EXILE 選擇一個比較常規的 判官陣火加火焰陷阱開 那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很 很很能想像的一個選擇 因為這上季就是 紅陣火嘛 那他就是 一個 你不會有失誤 然後也不會有特別收穫 因為陣火其實刷的我覺得有點慢 然後這季來說的話 就是多了一個永生 可以讓你有一個更高的 更舒服的一個秒回 恩 大概就這個樣子 對 那因為 所以 你沒有世界鞋之前 其實 判官陣火刷起來是真的有點痛苦 我會 我啦 我個人建議你啦 你如果今天真的想要玩 判官陣火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能 一週後或兩週後 你再去 旅落這隻來玩 因為世界鞋前面太貴了 太多 判官陣火想要 可是 如果你是一個 對於 前面 拋出四五滴 沒有問題的一個玩家 那我真的很推薦你說 你想要玩 判官陣火是完全OK的 因為你只要拿到世界鞋之後 你的刷毒速度會立刻 快個三四倍吧 所以 我覺得是很OK的 只要你前面掏得出這個錢的話 所以我覺得適合 判官陣火還是蠻適合 中手以上的玩家去玩的 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這個東西也是適合你玩 因為他 他的防禦很好 可是他就是真的 對於 刷毒速度跟打王來說 就有點太刮了 好 大家就這樣子 來 下一個流派 現在 Lideron的 導雷元素史 那導雷也是 大家就是 大家一直在看 那導雷可是 很奇怪 導雷我看 Lideron 玩得 秒天秒地 然後玩得很舒服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615跟那個大家 都說導雷都是被怪追著跑 你如果看一下Lideron的 BOD你就看到 他跟 索爾一樣 是到處開電 然後前面來做的話 我會推薦你說 前面其實你可以選擇去使用那個 那個 水世界 來觸發導電 前面用水世界來觸發導電是蠻舒服的 然後後面你可以再改成風暴漩渦 風暴漩渦的好處就是說 欸 他為什麼後來改那個風暴烙印啊 他後來改風暴烙印欸 抱歉 好他前面是用風暴漩渦 可是他後來改風暴烙印了 那 就主要應該還是打王啦 風暴烙印主要應該還是打王用 他的用法就是 你風暴烙印下去 然後你就電一下電一下 就開始電 因為風暴烙印一次可以放很多個 好 就跟那個漩渦的效用是一樣 這大概就是這一隻 1234567 七個 實況主 那這些實況主 都有VOD 都有他們 前幾天的裝備 如果你想要看的話 他們都有前幾天的裝備可以看 所以 你只要來這邊輪著網 然後搜尋他們的帳號 都可以查到 那我覺得這本身來說的話 對於你想要抄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大概就這樣子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文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